近日程关系被拍到和25岁超模秦淑培乐文 随后两人承认正式交往中 但是对方老公赵磊则暗指秦淑当小三 让他气得反击赵磊早有新欢 并喊话赵磊让其女友Lisa大额头还他衣服 一时被推上舆论浪尖 6月5日Lisa大额头发表常微博对此事做出回应 车和赵磊是普通朋友 衣服也真的赵先生同意 秦淑培也没有做出对此事有意见的反馈 都是明面上的事 6月5日晚Lisa大额头通过微博只喊话秦淑培 首先向秦淑培道歉 称为经他亲口同意而借用他的衣服物品表示歉意 因为工作刚起步 公司对他重新定位 所以微博也是配合工作塑造的网店 并不是真的他 并澄清和赵磊的关系 秦两人是普通朋友 从未超过朋友尺度 两人久会上认识 都喜欢狗狗 和秦淑培也聊过天 印象中他是一个安静斯文的女生 赵先生的点赞和评论都是摆明在明面上公开的 Lisa大额头在长微博中回应借一之事 称也因为熟悉起来 工作原因便向赵先生提出借用他家场地拍照 他答应让他联系他的司机 随后跟摄影师和助理过去 拍照时也真的赵先生同意 请他家里阿姨帮忙在现场借衣服物品作为道具 照片拍好之后发在微博上 但几个月没见到秦小姐对此事有意见的反馈讯息 现在却选择在这样的一个时机 一张截图发出来 感觉是被发现了新大陆 Lisa大额头还表示 是我错 我会认 不是我的过 我不会背 和秦小姐不是情敌 更不想在这时机成为商业炒作的牺牲品